有的就是会看不起这样 还问网有电视吗 有电话吗 还问这种问题 很排斥我们好像 就是说你是一女信仰啊 怎样怎样我觉得不可以这样 小的时候是那里比较落后 然后就是没有台湾这样进步这样发达 我来台湾的时候就是28岁 来一年认识我老公 我求婚了就嫁来 那边女孩子9点10点都不敢出来 像在这边天亮的还有很热闹 还很平衡的这样 对安全感比较大 比较比较比较在印尼 在印尼安全感比较标 然后这边比较放心 生活比较安静这样 在那边的家里 不错啦 跟我老公就是了 两个人都穿得开舍的 这种种啊 我们那边是印尼人币有嫁给老公 我们的大部分90%的会靠老公 很少说独立在这边上班 像我们嫁来这边比较不够 但是这样就蛮不够了 我们不可能来这边会嫁到有钱好的 所以我们就一样的上班 上班这样 那是一直顺务之外的 台湾人真的 我碰到好像十个人喔 五个人五个的台湾人都会觉得台湾人最好 台湾最好 你知道吗 因为以前是台湾真的很好 很多人都在台湾来台湾上班 然后台湾人都没有出去工作 那他们就以为就很多人来台湾 就是台湾国家最好的 我知道 我跟我聊天啊 他说做到很累啊 婆婆一点对他好都没有 就一直骂一直骂 要上班要做家事 那台湾媳妇没有做什么的 他又不敢念不敢骂 很多这样子 十个好像九个里面都碰到这种 跟我老公讲 你不要给他钱啊 他人家骗你钱回去没有再来 其实我上班以前 我的薪水你知道吗 直接落到我老公的话 他家里的人都不知道耶 他还是他们还说 我会骗我啊 不不起 你是外国人啊 怎样外地来 我说我外国人不是人 人一人都一样啊 你也是人我也是人 你也是吃饭我也是吃饭 大家要和睦相守 不是比较好吗 我也是蛮看开的啦 因为人生就是这样过啊 那他们知道我们没有那么坏就好了 他们知道我们没有那么坏就好了 当着他们的误会就好了 我们在这边生活都等于 这边都是我们 台湾我们的家啦 对不对 我们都在台湾已经三十年 我喜欢 我的享受我生活都可以在身边 这么多 对啊 对啊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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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